2、1、2、3、Go! 感觉到很大程度的在充电 这不也是应了网友的诉求吗 几个人老辈别就是睡觉 也一定要看 还有先导片 节目在正式播出之前 几个人提案大会的时候说过 他们可能什么也不做 就几个人躺着睡觉 没想到 兑现的时候来得这么快 而且还拉伤了大帅哥 弯曲无客群一起 粉丝血状 亏不了 这次提前把睡觉的过程 提前直播给网友 这是快乐老友记第二次直播 有点像0713综艺粉的福利大放送 直播时长一个多小时 内容相当精彩 相信针对很多网友 对节目指示播放游戏内容 几个人是工具人的评价 晚尊不少 快乐老友记客厅 中间的垫子上铺了四床大毯子 形成一个正方形 看着暖呼呼 每个人拿上自己的被子 各聚一脚 说睡就睡 才六个人 怕不是有在逃睡的吧 有人在聊天 有人在打呼 有那么点幼儿园大通铺记事感 没一会儿 穿着卡通毛衣的苏醒 终于出现在画面里 像极了中午不睡觉 在捣乱的那孩子 他先是兴冲冲地 躺在路虎和王立新的中间 翻了几次身 滚了几个跟头 估计是发现睡梗不好 或者有了其他的主意 离开了睡位 第一个下手的 就是上过春晚的王征亮 把笔放在王征亮的耳朵上 然后拿出手机拍照片 自己乐得不行 一边偷拍 一边哈哈大笑 顺时针地走向旁边的张远 把面膜壳放到张远的脸上 又开始偷拍 跳过路虎和王立新 拿起陈楚生的鞋子 自己先闻一闻 恩确认过味道 再把鞋子凑近陈楚生的脸 再次偷拍 干坏事的小孩 他自己觉得最开心 都霍霍过一遍 苏醒跑到直播手机那边 等陆虎离开以后 开始了第一届睡播解说 说着说着 吴克群忍不住笑了 然后陈楚生也醒了 陆虎问他播放的海浪的声音怎么样 陈楚生说他以为谁在大喊 王征亮打完电话 接着睡 陆虎拿了个裸准备叫兄弟启程 苏醒姐说 敲了好像又没敲 完全没声音 王立新醒了 守得位置有点奇怪 苏醒姐说 主义直播尺度的机会终于来了 王立新逃出了画面 睡播大赛的冠军张远 终于也醒了 苏醒让张远和观众打声招呼 张远一把抓起出镜率很高的红色电话抱枕 喊了句位 然后也跑了 苏醒奉上结束词 本次第一届睡播大赛圆满落幕 耶 苏醒 这位被网友戏称为专业的解说员 用他的金句不断 让观众们在笑声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欢乐时光 他解说睡觉 解说清醒 解说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常 但在他的口中却变得如此有趣的事情 他的精神状态 无疑领先了全往一百年 网友们对此反应热烈 有人表示 听说他们直播睡觉很离谱 但我上班摸鱼全程看完他们睡觉也觉得理所应当 还有人说 很荣幸在场见证了胡子的叫醒服务 更有网友直言 最离谱的是我一直盯着屏幕找不同 看看谁在动 这些评论 无不展示了观众们对这场直播的喜爱和关注 快乐老友记的这种新直播方式 打破了我们对直播的固有认知 让我们看到了直播的更多可能性 这种以生活为主题的直播 让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和真实 它让我们看到了明星们日常的一面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与常人一样的生活 快乐老友记的这场直播不仅有趣 而且引人深思 它让我们明白 生活就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去体验生活 而快乐老友记的0713兄弟们 就是用他们独特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趣味 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的真实和温暖 而快乐老友记的这场直播 无意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感受 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也让我们看到了明星们的真实一面 这种真实和温暖 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的 但却在网络世界中得到了满足 这场直播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生活的美好往往就隐藏在平凡的日常中 我们不需要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事物 只需要在平凡的日常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和价值 而快乐老友记的0713兄弟们 就是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快乐老友记的这场直播是一场生活的狂欢 是一场平凡中的不平凡 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和丰富 也让我们看到了明星们的真实和温暖 这种真实和温暖 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的 但却在网络世界中得到了满足 希望这样的直播能够继续下去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启示 这一期全部围绕一个主题姚正入团挑战日 顾名思义就是玩游戏决定姚正是否能加入0713就业兄弟团 哥哥们设置了六个游戏 通过它和就业兄弟团PK 六局三胜 游戏分别是一起跳舞吧 半推半就 捉球 乒乓球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躲避大摆锤 钓鱼和开心扭扭乐 我喜欢的游戏是陆虎提的躲避大摆锤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 姚正用尽全身力气甩手上的球 先后打中陆虎 王立新 随即二人被淘汰 我感觉虎哥真的是游戏黑洞 自己提的游戏 第一个被淘汰 最后姚正赢下第一局 赢得开门红 张远和姚正扎鸡比赛也是很好笑 曾经在欢迎来到蘑菇屋中 有过张远扎鸡的名场面 谁能想到张远上去就扎到了 比赛后 就业兄弟团又开始宣传他们的歌了 问杨蛮达有没有听过 结果 只听过声歌的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随即陆虎和张远开启左右声道模式 在杨蛮达耳朵边循环唱了起来 哈哈 我最喜欢的就是做饭环节 当晚哥哥们做了焖面 芹菜炒牛肉 西红柿牛奶凉拌拍黄瓜 双椒炒肉等五个菜 最搞笑的就是姚正炖牛奶时 因没盖好锅盖 导致高压锅根本没启动 吃饭时才发现 有姚正在 怎么能没有爆梗呢 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一期的几个好玩的梗 苏醒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老姚 有些是他不是你下手快 包括你数量多就取胜 他的准 姚正 那说的是你 做的歌这么多 声歌在做凉拌黄瓜时 苏醒走到他旁边 脸部红心不跳的说了一句 这个菜挺符合你的 你最近太热了 试得亮一亮 我真的笑死 醒哥你真是没去批歌 啥事情都知道 这一期还有无数个精彩温馨瞬间 看来还是十分感动的 一是快乐小屋的六只鸡宝宝出壳了 给这个加添了一丝生气 二是姚正在上个月求婚成功 梦回快乐再出发 胡子求婚时刻 0713就业兄弟团两个团宗节目 两个求婚时刻 我们都是见证者 祝福他们 在快乐老友记再次听姚正的此声皆欢喜 歌词简简单单 但唱出了我们平凡的人生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此生皆欢喜 像0713的哥哥们一样 有一滴酒天长